哈 痘痘 你看我今天這身裝扮 你知道我們今天要錄影的主題是什麼嗎 蛤 看你的主題 今天的主題應該是帥嗎 蛤 帥 沒有錯 就是帥 最近太多觀眾朋友打電話過來說 我們的親頻道有一位達人實在是太帥了 我在想 應該是我 怎麼會是你 是你嗎 對 沒有錯 你看我這麼胖 這麼可愛 皮膚又好 很多人說我長得像金城武 所以呢 帥呢真是一件非常困擾的事情 對不對 對 沒有錯 應該是真的蠻困擾的 是是 是你有這個問題嗎 有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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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沒有 只有我有這種困擾 知道嗎 好 那麼呢 這個是題外話 帥哥呢就要像我這樣子 但是呢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什麼 你看我頭上這個是什麼花 是油桐花 沒有錯 油桐花 這是客家的發音 但是如果不正確 請幫我把它背出一下 油桐花 這個就是油桐花 所以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客家之花 油桐花 好 不好意思 不小心打到你 我醒了 我醒了 那油桐花 痘痘 油桐花我們到哪邊看最好呢 油桐花呢 它這是客家的代表的花的象徵 那其實客家人最大的聚入就是苗栗 欸 那麼呢 凱富你現在要介紹什麼呢 我們接下來就要開始介紹給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台灣各區可以想同的景點 那依照慣例我們由北往南 那第一個點呢 這是我們的新竹寶山的新陳楓堂 楓堂為什麼要叫做楓堂啊 這個堂字呢其實就代表它原本是一個糖廠 其實現在一樣也是一個糖廠 主要是生產那個黑糖 黑糖新陳楓堂產黑糖 對 沒錯 那為什麼要介紹這裡呢 是不是因為它裡面有一個越南新娘很漂亮 裡面的確是有一個越南的太太沒錯 她是真的 她主要也是負責這個地方的經營 好像已經有小孩子了 那我們沒有機會了 那你繼續 然後呢 另外它因為他們生產的是黑糖 所以他們另外也會帶 如果我們有遊客去的話 他們會另外做他們的特產 就是黑糖爆漿漫 那黑糖爆漿漫頭 那黑糖爆漿漫頭要怎麼吃呢 黑糖爆漿要怎麼吃呢 就是你如果做好之後 它剛熱呼呼的出爐的時候 你不可以直接一口咬下去 一口咬下去會燙到嘴巴 對 它裡面的黑糖就直接噴出來 你就會被它的糖漿給燙到 聽說有人因為被燙到 所以它舌頭拿去冰敷了一個禮拜 對啊 其實它是一開始先小小的把它 吸一個小口出來這樣子 然後呢這個小孔呢是不是 一個麵包 然後它剛好裡面很多隻 所以應該要沾著這樣子來吃 對不對 就是要它的黑糖本來搭配 它裡面的黑糖一起吃 好特別啊 對 而且它其實他們在煮那個黑糖的時候很香 所以其實外面都可以聞得到 然後另外是 因為它旁邊就是有一條叫回龍步道 這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它可以想通 回龍步道為什麼要叫做回龍步道呢 為什麼叫回龍步道 我不知道所以我要問你 我其實不知道名字的由來 為什麼回龍步道 因為它看起來呢它那邊有一個湖 所以那個湖呢非常的漂亮 所以傳說中有龍經過的時候 太美了 所以它傳說看一下 所以叫做回龍步道 下一個再往南呢 來 來 就直接來到我們的主題就是苗栗 其實它的地點剛好是介於 那個峨梅跟那個南莊之間 對啊 然後其實這個是獅頭山那個風景區 那其實它有一條古道 就叫六寮古道 六寮古道 可是你看我這麼胖我不太能走路 它好不好走啊 其實六寮古道的話 你不用走完全 它其實短短的一小段 就可以看到不少童話 其實童話記 甚至還沒走到六寮 你在石山遊客中心那裡 其實就有不少的童話可以上 那下一個景點 痘痘你再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 我們接下來呢 這個名字聽起來 光一聽就覺得很夢幻了 它叫頭屋夢幻步道 頭屋夢幻童幻步道 所以顧名思義它在頭屋對不對 對 沒錯 它的確是在頭屋沒錯 那其實它的步道 像剛剛六寮古道一樣 它其實步道的長度不長 大概有些五百多公尺而已 其實走起來也算是蠻適合親子的去 好 真的嗎 那附近還有什麼景點可以去啊 我們去那邊走完步道 我們還可以去幹嘛呢 其實頭屋附近的話 有一個就是像是那個 明德兒的水庫 跟像是明德薰衣草森林 其實這兩個點 其實童話記去順遊都蠻順的 哇 真是太棒 那試著帶女朋友去嗎 當然是 賞花的行程 其實跟女朋友去是最好的 沒有 這麼帥呢 一定要帶女朋友去看一下 對 沒錯 那痘痘啊 我們講到這個油童花 那你知道 以前客家人 他來台灣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他都是在 陶珠苗這些地方 但是陶珠苗這些地方 天氣比較冷對不對 對 而且他們的物資缺乏 所以客家人他們常常會 喜歡種一種植物叫做竹子 為什麼要種這個竹子呢 除了可以做竹筒飯 除了可以抵禦外敵之外呢 這個竹子呢 他喜歡把它砍成 一條一條一條的 為什麼呢 以前客家人窮啊 他們沒有錢買雨傘 所以呢 這個竹子一條一條呢 他們就會把它當成 雨傘的支架 然後呢 用紙呢把它糊上去 之後呢 下雨了 它會不會破掉 不會 當然會破掉 只下雨怎麼可能不會破掉 所以呢 因為只下雨呢 會破掉 所以這個時候呢 客家的客家樹 叫什麼樹 客家樹 客家樹 叫做 油桶樹 沒有錯 所以呢這個時候呢 油蟲樹就會出現一個叫做 油桶果 油桶果呢 他們就可以把它拿出來煉油 煉油之後呢 它這個油呢 是可以防水 它就塗在職產的上面 登登登登 職產上面就會變得光華亮麗 所以呢 這就是我們客家什麼的由來 油脂傘 油脂傘 油脂傘的由來 沒有錯 但是 這個油桶的話呢 它除了可以 油桶果 它除了可以做油脂傘的油之外呢 它還有什麼功用 您知道嗎 它可以吃嗎 它可以吃 它怎麼可能可以吃 它的這個油桶果它有毒 所以不能吃 繼續 還有什麼經典 還有為大家繼續介紹 來下一個 好 再往南 我們接下來就來到 山藝 那其實山藝大家也知道 就是盛產木雕 跟一些木座這樣 沒有錯 山藝盛產木雕啊 應該是說 我們其實山藝它有一個 木雕博物館 對 其實裡面也是展覽各種 當地的收藏 然後跟一些 其實它裡面不只 是中國風的木雕 其實它各國風的也在裡面 其實也在木雕博物館 好像一些南洋的木雕也都在裡面 可是你下面有寫了一個 四月雪小巾 這個跟木雕博物館有什麼關係啊 就是在它木雕博物館的旁邊呢 有一條叫做四月雪小巾 然後其實顧名思義 就是四月的時候才會有 對 就是每年像我們油桶花季 就是從四月到五月之間 然後其實到時候也是一樣 這條小巾上就會開滿了油桶 可是啊聽說這個四月雪小巾 它是整個陡坡上去 大概要走三十分鐘 所以建議大家 如果大家太胖或是年紀大了 如果要走這條小巾 記得慢慢走 不然你會非常非常的喘 跟大家報告一下 那還有什麼景點呢 可以看油桶花呢 好 我們再往下 其實一個最後一個點 其實也不是在往哪裡 但是也是在苗栗 就是呢 它其實名字一聽 就覺得很客家 叫做 桶花公園客家大院 客家大院 想到各個地方我就想到了 我們這次美聯的童話季的時候 他們都會舉行婚禮對不對 其實它就是有點 我們在地的那種風格 那凱富你要不要去那邊舉行婚禮 我可能還沒有到士林的階段 目前還不需要考慮 而且這個客家大院 它有一個很方便的地方 你會發現 路上都有人在發什麼 在發那個 一根一根的鐵石 這個鐵石要做什麼 你知道嗎 要幹嘛 這個鐵石呢當然 我怎麼沒拿過 那個時候呢 剛好油桶花一朵一朵叫下來 就這個鐵石呢 油桶花不能吃嘛對不對 但是呢 你可以把它串起來 就會變成小子的頭上 這個 油桶花花環 你就可以跟這個油桶花花環拍照啦 所以呢 他們只要結婚呢 我們也建議 凱富你結婚的時候 因為你是油桶花王子 你也可以帶一個花環來結婚 聽起來是滿酷的啦 凱富喔 那我們今天的行程這麼這麼的棒 可是啊 我跟你講啊 我們呢 每次呢 油桶花季啊 我們都要開車 開車的時候你會發現 有時候會塞車對不對 對啊 有時候我們去的時候 油桶花都落光了對不對 有時候去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吃什麼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呢 要跟什麼行程最棒了 跟誰的行程 當然就是跟我們熊獅的行程 沒有錯 跟我們熊獅旅行的行程 最棒最發便啊 我們可以把油桶花還有做DIY 還有嗓音的行程 把它全部串起來 保證非常的非常的棒 保證好玩 但是呢 除了這個行程 我們幫你把它算起來之外呢 我們現在還 下沙 台富快拿出來 我們的下沙行程是什麼呢 有來了 4月30號呢 我們到時候會開到 那個苗栗客家大院 的那個童話公園 其實行程 比較慣例一樣 也就是呢 限量兩組是買一送一 買一送一 4月30號買一送一 所以呢 一個人呢 是要多少錢 一個人 大概五六百塊就有了對不對 對 如果是買一送一的話 對沒錯 哇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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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優惠啊 那我們呢 如果要報名的話 要打哪一支專線呢 來 我們的熊獅的訂購專線 我們來一次 02 87932738 對 從這邊對嗎 對 沒錯 02 87932738 一樣也是找一位 謝緣如 謝小姐 謝緣如 謝小姐 凱富啊 那我們今天呢 這個 這個節目呢 就到一段落了 欸 可是呢 我知道你有偶像包袱 但是我很想看你再一下這個 看一下 看一看帥不帥啊 今天其實這個還蠻 看起來還是蠻有特色的 我覺得有點像人家 有來一個特寫 唉 請導播給他一個特寫 好 那麼呢 今天我們的 最愛氣死頭 油桶花 就到我一罐禍了啊 好 我是 哲哲珍奇 小哲 好 我是凱富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記得回那邊 白癡喔 你剛好用水